射手座的12月份 可能还会遇到一些隐藏的感情线 会有一些秘密恋情发生 那么在中旬呢 会变得比较的稳定 会对自己呢 过往的做一些梳理跟总结 然后会对未来呢 有一个展望 这也关乎着你在2021年的 这个整个的学习状态 跟自我提升的方向 可以说呢 你是非常的渴望的 被认可和肯定 那在这个时候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你也会愿意呢花钱呢 去打扮自己 变得更美更舒适 会是你的一个目标 不过呢 在这段时间呢 你可能在跟亲密的人相处的时候 包括家人呢 是很容易呢 就是越线啊 而且呢 整个人的状态呢 在中旬的时候呢 是相对滥散一点的 虽然有很多计划 但是呢 不见得会马上就去落实 那么到了下旬的时候呢 又有了新的动力了 想要去加强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要求职的话呢 其实是比较适合去投简历了 在这段时间呢 是容易获得比较多好的offer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对于部分的摄手座来说呢 收入呢 也可能碰到增加 那在这一段时间呢 可以说是能够拿到比较多的一些补助的一个阶段 到了月底的时候呢 这一段时间呢 对于摄手座来讲呢 在职场上呢 就需要尽量的去低调一点啊 过于这个大条的性格 而且喜欢大喇喇表现自己观点的这样子的个性呢 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而且会让人觉得你做事呢 比较的不靠谱 那么在感情上呢 这段时间也特别要注意 跟恋人的这个沟通交流的方式啊 不可以太过冲动啊 导致呢 本来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变得问题很大啊 这就是这段时间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一点 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消费上面呢 建议呢 减少这个博彩啊 因为在这个月度 尤其是到月底的时候啊 博彩用时是比较差的 小心亏钱 摩羯座 摩羯座呢 在12月的整个上旬的时候呢 是相对安静的 不会有去非常大的动作 而个人呢 自己呢 有很多的人生感悟 这段时间呢 是非常适合做一个对过往的梳理 以及对未来的规划 很适合有目标的摩羯座 那么在中旬的时候呢 2020年的这些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呢 都会对你产生或有或无的影响 那这段时间呢 对你来说 你会感受到这个事实无常 人情悲凉 所以会更加想要勉励自己 趁自己还活着 好好努力 所以说呢 在这段时间呢 其实你是会比较愿意去 潜心去接近一些人 去增加呢 一些跟其他的一些人际的招网互动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些互动呢 可以获得一些背后的支持 跟好运的来帮助你呢 完成了你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些规划 可能呢会在背后呢 碰到 也可能你会是为 成为一个幕后的这样子的一个英雄哦 暗中呢 去规划到一些状态 当然了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说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其实要小心一些钱财的纠葛 特别容易呢 被熟人呢 坑了 那么到了下旬的时候呢 摩羯座呢 对自己的财富问题呢 其实是会比较焦虑 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啊 我该怎么样赚钱 我要怎么样更多赚钱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你会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啊 创意啊 然后会跃跃欲试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建议你呢做一些 2021年的财富计划 或者说是下一个五年规划 到了月底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段呢 你会发现有一些意外发生了 这个事情呢 甚至会颠覆到你的过往的这个价值观 也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呢 逼着你呢 就想通了一些 一些想不通的事情 一改往日的形式作风 那要注意的就是呢 在这段时间呢 很容易呢 跟这个权威人士 还有长辈呢 发生对抗啊 家里的关系呢 也比较紧张 其实是需要你呢 在做个人规划啊 什么财富规划的同时呢 也要呢 关注一下对方的心理状态啊 你不是只负责家里的收成 然后还有这个劳动就算了 还要让对方觉得有一个 他也了解我 知道我这样子的感觉哦 水瓶座 整个的12月的上旬呢 水瓶座的思想负担呢 可以说呢 比以往的是轻了很多的 也比较呢 能够享受呢 跟朋友之间的这个相处 如果说你是从事直播行业 或者说从事一些 网络平台交际 这样子的行业的话呢 其实是蛮适合你的哦 在事业当中呢 你特别容易获得 女性长辈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或者说其他女性的支持 粉丝的支持 让你呢 有这个跟上一层楼的机会 周旬的时候呢 你会去做一些公益的事业哦 也会很想要去跟人家 传达一些这种 普世的价值观 也会乐于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 去发挥自己的能量 也会更加关注呢 社会上的热点事件 并且呢 很想呢 为此发生 但其实呢 在这段时间呢 还是要保持点清醒的态度 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被他人给利用哦 还有这段时间呢 还容易有一些不清醒的消费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么到了这个 下旬的时候呢 这段时间呢 由于土木呢 都来到了自己的命工 可以说呢 你是会感到自己的压力呢 在不断的增加 也不由自主呢 会对自己呢 产生一些怀疑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你会觉得自己做很多事情呢 都没有办法让自己满意 很容易陷入到 抑郁的这个情况当中去哦 虽然你是这么的努力 但是你总是很难去拒绝掉 自己的绝望 所以在这段时间 特别要给自己放松 否则呢 精神压力太大 是特别容易生病的哦 那么到了在月底 受到这个火星的 进一步的这个碰擦的时候呢 水瓶座呢 其实是特别容易 有一些思想动荡的想法哦 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 跟以往不同的 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尤其是在家庭方面 可能会想要突破束缚 离开自己的爸爸妈妈 或者说跟自己 现在有的伴侣 搞一搞冷战 或者说就离家出走 等等啊 总之就是 不想要 再在原来的模式当中 生存下去了 就特别想自己 一个人静静了 所以特别建议呢 在这个12月月底的时候 对水瓶座来讲呢 找一个比较能够 安静的地方 好好的自己一个人待着 是对你是有好处的 最好是能多跟自然接近一下 双鱼座 12月份呢 对双鱼座来讲呢 事业运能是获得了 很好的一个加成啊 在团队当中的这个组织能力 跟领导能力呢 也一再地获得加强 所以说呢 在工作当中呢 特别呢 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部分呢 双鱼座呢 还特别容易获得领导的认可 不过呢 就是要注意啊 自己可能有这个迷迷糊糊的毛病啊 做事情呢 比较没有规划 像一出事一出 没有考虑到整个大局的 这个整个的铺排啊 所以做的事情呢 就会 有时候有头 有时候没尾 有时候呢 首尾都没有坚固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要加强自己的整个的 这个计划的 整体的这个协调性 跟安排性 那么到了中旬的时候呢 可以说呢 日识跟新月呢 都发生在你的事业工 又给你带来了一些新的机会啊 而且这个新月跟日识呢 对你带来的影响呢 是长远的 它可以影响到你整个 2021年的职业规划跟选择 而这段时间呢 你的整个的事业呢 都在往上冲 虽然说有这么强的动力 但整体来讲呢 效率不算太好 因为受到了 水星海王的行客 所以其实你是非常容易 迷茫跟疲惫的 很容易呢 在错误的道路上奋斗 使错力 但是不要太担心 贵人呢 会帮助你呢 回到正轨之上 那么到了下旬 中下旬的时候呢 双一座呢 会有一些很新的想法产生了 也会改变之前 那个好好先生 这样子的一个好好小姐 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啊 会变得比较的犀利起来 其实可能有的时候 你也不会表现给别人看 但是你会在自己内心里面 说给自己听 然后你会变得比较有自我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会在人群当中呢 也会显得 有一些会去戳到人家的眼球 所以在这段时间 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自我心的 一个状态的时刻 到了月底的时候呢 上一座呢 可能会又陷入到这个老毛病当中去了 什么老毛病呢 就是容易跟自己拉扯 我到底要不要这样往下做 我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我是不是又做的不太好啊 又开始怀疑自己了 这个时候呢 思想呢 是容易反复变化啊 自己呢 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在跟这个亲密关系的 这个人的这个沟通交流上面呢 特别容易上火 就是容易呢 说一些过激的话 导致呢 双方呢 就是会容易争吵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奉劝双宇宙呢 要保持一个比较的冷静的态度啊 在这个时候呢 最好呢 是多多呢 冥想啊 让自己呢 有一个放空的状态 更好的去接收天地的能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你就不容易呢 受到外界的干扰 又可以重新呢 找回到自己内心最坚定的状态 好 以上呢 就是呢 十二星座的整个 十二月份的 行作运势的整个情况 我是静电宇 感谢你们的收听 收看 期待你们的关注 评论 以及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